第四十七届世卫大会开幕首日 决议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 民进党当局再度蹭会失败后 全力启动宣传机器 频频打出悲情牌 拿全球防疫不应有缺口说事 这样的说辞站得入脚吗 而面对大陆方面愿意为台湾同胞提供疫苗的善意 民进党当局仍旧意识形态先行 污蔑大陆进行所谓统战 民进党当局持续不断的政治操弄 将给台湾的防疫大局造成怎样的危害 两岸时事评论员于强邱毅为您全面分析 在台湾新冠疫情日趋严峻 岛内民众希望加强防疫之际 民进党当局却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对台认知作战 结果却被抓包 有绿营携手假扮亲大陆人士 鼓动网友封锁台防疫单位账号 民进党自导自演的认知作战被抓了现行 他们的大内宣戏码还能演多久 时事评论员于强带来深入解析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因炸弹威胁 紧急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机场 飞机落地后未发现爆炸装置 但机上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据称遭到逮捕 这段插曲为何会将白俄罗斯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博弈和较量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主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福毛叫酒赞主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5月24号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开议的第一天 负责会议日程安排的总务委员会和全会 分别做出决定 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 纳入大会议程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提出 世卫大会有关决定再次表明 搞台独没有出路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 第74届世卫大会24号开幕 当天作出决议 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 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 纳入大会议程 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五年拒绝涉台提案 此前个别台湾地区的所谓友邦向世卫大会提出了上述提案 结果是民进党当局以一谋独的企图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在搅局世卫大会再次碰壁之后 民进党的一众官员轮番进行抗议 台湾市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声称 唯有接纳台湾地区完整参与世卫相关技术性会议 全球才能有效终结疫情 他还想调全球防疫不应有缺口 民进党方面也狂打悲情牌 宣称遭到了所谓打压 还妄称台湾地区被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 损失的不仅是台湾民众 更是全世界 近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一直大肆宣传 今年支持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所谓国际力量 史上最强 亲律媒体也不断鼓噪 七国集团外长会公报 明确支持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联名就此发声 然而事实上 七国集团虽声明支持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 但他们都不敢就此向世卫大会提案 而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 今年有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 表示支持中方的决定 80多个国家专门致函世卫组织 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这充分说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不容任何挑战 参加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表示 世卫大会对涉台问题早有定论 个别国家执意提交涉台提案 损害了国际抗议合作和广大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干扰大会的正常秩序 对于第74届世卫大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会议议程一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号表示 世卫大会有关决定再次表明 搞台独没有出路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 朱凤莲指出台湾方面获取各种疫情防控信息和支持的渠道是畅通有效的 所谓国际防疫缺口的政治谎言 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以异谋独的借口 台湾地区自2017年迄今 连续5年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 在岛内也引发讨论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喊话民进党当局 要开诚布公地检讨现行僵化的两岸政策对于台湾的影响 同时在对外工作上 应务实不务虚 洋气所谓大内宣 不要误导台湾民众 曾经长期负责国民党大陆事务的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公指出 如此连续5年的验证 如果台湾的施政者还不能蒙醒 着手建立两岸互信 就只会造成台湾的困境无从改善 台湾过去一直在用所谓的大内宣来欺骗台湾的民众 说国际上对台湾多么多么的支持 可是我们看看 美国有提案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会议吗 答案是没有 所谓的G7的七个主要的工业国家 有任何一个国家提案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会议吗 没有 台湾花了这么多钱 养的所谓的小友邦 也只有四个友邦拿了钱办事 帮台湾提案 其他的友邦拿了钱去了哪里 这些花掉的钱都打了水漂了 台湾不是说 美国最支持台湾吗 美台关系达到空前的高峰吗 美国只是嘴巴上说支持台湾 美国有正式提案吗 没有啊 口惠而实不至吧 而台湾的当局 猜文当局 还厚着脸皮说 台湾如果参加世界卫生会议 就可以终结世界的疫情 就可以使世界的防疫没有缺口 你说不是非常的好笑 也非常的夜郎自大吗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主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代理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好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于强先生 示威大会宣布 不将涉台提案列入会议议程 民进党当局再次碰逼之后 又全力的启动宣传机器 声称台湾被排除在示威大会之外 损失的不仅是台湾民众 更是全世界 可事实却是 台湾从示威获得疫情信息和协助的管道 一直都是畅通的 民进党打悲情牌的说辞 站得住脚吗 我想大家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2016年自民党上台以来 这样的政治的谎言 他已经连续说了五年了 我想他的真正的真面目 他的嘴脸 其实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到今年 这样的谎言 他要再说一遍呢 我想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看到说 现在岛内是缺水缺电缺疫苗 那么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问题 就是岛内现在的这个困境 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根本的原因 就是民进党当局执政不利 就是民进党当局脑子里 只有他自己的政治私利 而从来不为台湾老百姓 不为台湾民众的福祉去思考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民进党控制的这些绿色的网军 包括民进党控制的这些绿色的媒体 他们没有办法为民进党辩护 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们也很难对民进党做出这样那样的辩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到说民进党再重复了这些政治谎言 实际上呢是想重新开一个话题 把这些绿营的侧翼网军和绿营的侧翼媒体的主要的这个话题的重点呢 引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上 然后再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宣传和炒作 事实上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的疫情的形势啊 非常非常的严重 防疫的这个工作呢也非常的繁重 或者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在防疫这个工作上 民党当局是不及格的 那既然你自己都不及格了 你有什么脸面说 你有什么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我想这个完全都不存在 这是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 我们看到说民进党说到了台湾的民众 可是我们知道事实的真相是 民党当局一直以来呢 都是用政治干扰防疫 民党当局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政治上 而没有放在防疫上 所以才让台湾的防疫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 才让台湾现在防疫的形势如此的严峻 所以现在台湾民众受苦 台湾民众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下 大家的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那一切的原因 其实都是民党当局以疫谋独 又政治干扰防疫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的 谢谢于强先生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来关注台湾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5号公布 新增283例新冠确诊病例 分别为281例本土病例 以及2例境外输入病例 另有校正回归本土病例261例 总计544例 确诊病例中新增6例死亡 目前台湾已经连续11天新增确诊超百例 疫情日趋严峻 缺少新冠疫苗等问题引发关注 国台办已于17号表示 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战胜疫情 24号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就大陆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 再次回答记者提问 朱凤莲表示 我们愿意迅速做出安排 让广大台胞有大陆新冠疫苗可用 朱凤莲表示 生命至上抗疫优先 我们对当前台湾疫情肆虐 危及广大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 十分忧虑 感同身受 我们多次讲过 愿意尽最大努力协助广大台湾同胞 加强疫情防控 尽快战胜疫情 面对岛内日趋严峻的疫情 和广大台胞不断承受的防疫压力 岛内一些团体和人士 不断呼吁采购大陆疫苗 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 愿意迅速做出安排 让广大台湾同胞 尽快有大陆疫苗可用 如果有需要 我们也愿意积极考虑 向台湾派出疫情防控专家 与台湾医疗卫生人士 分享抗疫经验 提供防疫咨询 病毒无情 人间有爱 在台湾疫情日趋严峻的当下 必须以广大台湾同胞的 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为上 尽最大努力让广大台湾同胞 尽快渡过难关 恢复正常生活 民进党当局利用政治操弄 转移视线 是对广大台湾同胞 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民进党当局要立即停止 各种对大陆协助广大台湾同胞 抗疫进行的污蔑抹黑 采取切实行动 去除人为障碍 让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 利益福祉 尽早得到应有的保障 大陆方面愿意向台湾 提供新冠疫苗 然而民进党当局 却依旧意识形态先行 满脑子政治算计 台陆委会24号深夜 发出声明 公然扯谎宣称 大陆从未向台湾 提供大陆疫苗的资讯 还泼脏水 污蔑大陆 在进行所谓 统战分化的操作 然而他们的谎言 却盖不住岛内 越来越多 呼吁开放大陆 新冠疫苗的声音 24号晚间 国台办表态 大陆方面愿意迅速 做出安排 让广大台湾同胞 尽快有大陆疫苗可用 然而面对大陆方面 释出的善意 台陆委会却是第一时间 跳出来泼脏水 陆方只有放话 却从未透过两岸既有管道 向我方提出 陆方疫苗的相关资讯 这种明显的统战分化操作 台湾社会早已非常明了 在此之前的5月17号 国台办就曾表态 愿意向台湾民众提供疫苗 而当天民进党当局也恶语回应 大陆不必假好心 断然关上大陆疫苗 进入台湾的大门 可是现实的情况是 当下岛内民众接种疫苗意愿 不断高涨 台湾疫苗供给出现巨大缺口 民进党当局在阻挡大陆疫苗之后 也抛出安慰剂 最快是在礼拜四会配发到各县市去 那应该是可以在周五的时候开始做施打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5号透露 新一批41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封建后 预计本周可以开启接种 不过这41万剂 对于岛内巨大的接种需求来说 无疑是杯水车薪 南投县长林明珍喊话 希望民进党当局考虑授权 让县市政府自行采购合格疫苗 他表示南投县如果向大陆购买30万剂新冠疫苗 让当地民众在一个月内打完第一剂 就可以降低传染率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限制我们自己 自己筹筑筋监位 我们买30万剂 先把所有的南投县的县品 打一直在讲 愿意进来的话 也会是死打这个疫苗 蔡英文当局 根本没有把台湾人民的健康 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当一回事 他们把政治操作放在防疫管理之上 所以当国台办表达出善意 愿意提供疫苗给台湾 愿意给台湾全力的协助 陆委会怎么回应的 陆委会认为大陆是假好心 还甩锅给大陆 说台湾买不到国际的疫苗 是因为大陆从中阻挠 其实说穿了嘛 蔡英文当局不愿意用大陆的疫苗 想出了若干的借口 无非就是怕 台湾人民用了大陆的疫苗以后 对大陆就有了好感 将来蔡英文要再操作 反中仇中恨中的民粹 就操作不起来了 那台独的路就不通了 想要以疫谋独也做不下去了 所以才需要对大陆的疫苗喊咖嘛 可是问题是台湾人民没有这么笨啊 因为陈时中讲的三个理由 其实都不存在啊 第一个 他说大陆疫苗不安全 问题是全世界都认定 大陆国药集团生产出来的灭活疫苗 目前是安全指数最高的 陈时中又说 要采购大陆疫苗 缺乏法规 问题是立法院要修改法规 那太容易了 真的有心修改 以现在的立法院的结构 一个上午 法规就改掉了 那为什么不改法规呢 为什么不排除万难呢 让大陆的疫苗能够进入台湾呢 这就是因为政治操作凌驾了 防疫管理之上嘛 第三个又说大陆没有申请 现在疫苗是卖方市场 台湾竟然会要求大陆 先来向台湾申请 要把疫苗卖给台湾 这不可笑吗 连个商业规则都不懂 所以陈时中提的三个理由 根本都不成立 都是借口 说穿了 就是怕采购大陆疫苗 台湾人民用了大陆疫苗 解除了目前的困境跟危机 会使蔡英文以意谋独的居心 最后全盘瓦解 民进党当局近日还一再污蔑大陆 对台湾发动所谓认知作战 这番谎言 现在被岛内民众戳破了 24号 有台湾网友抓包 民进党媒体社群中心副主任 杨敏的丈夫林伟峰 在岛内知名网络论坛 假扮所谓亲大陆人士 鼓动大家攻击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移除台极管单位的账号 林伟峰被抓了信心之后还狡辩 声称那是自以为有趣的反串流言 民进党届民带王定宇 24号发文攻击 称大陆的所谓认知作战 动到台极病管理单位的账号上 利用伪造对话方式发动攻击 结果岛内知名网络论坛 PTT就开始鼓吹大家移除封锁该单位账号 未料晚间事情就出现大逆转 有岛内网友发现 长期在PTT上反串 所谓亲大陆人士的一个账号 真实的身份竟是绿营携手林伟峰 而他的妻子正是民进党媒体 社群中心副主任杨敏 林伟峰先在PTT反串 所谓亲大陆立场 再到脸书批评PTT被所谓染红 遭到了认知作战 被网友抓包了这番自导自演的操作后 林伟峰24号晚间在脸书承认并致歉 声称对自以为有趣的反传留言表达歉意 其实大家才恍然大悟说 原来所谓政府讲的政治作战 入侵PTT的这个行为 其实有一部分竟然来自于 民进党高层亲友的 带风向的留言或发文 尽管林伟峰在脸书上致歉 但台湾网友并不买账 有人质问这种假消息当局到底罚不罚 只要有违反法律的部分 他就应该要负起这个法律的责任 台湾中广公司董事长赵少康25号 也在脸书发文炮轰 民进党一条龙式的网军操作 赤裸裸呈现在民众眼前 自己杜撰假消息 自己回头骂给大家看 最后结论是所谓一切都是大陆的阴谋 赵少康痛批 民进党身为施政党 还在玩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法 近段时间以来 所谓认知作战是民进党人士口中的高频词汇 面对台湾本土新冠疫情大爆发 蔡英文向台湾民众喊话 宣称绝对不能让大陆所谓认知作战撕裂台湾 对此种种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24号发文 痛批民进党引导台湾民众 行诉所谓反中思维 对民众发动所谓仇中的认知作战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 在台湾新冠疫情日趋严峻 到内民众希望加强防疫之际 民进党当局却展开了一波 所谓大陆对台认知作战的大内宣 而结果却是呢 绿营人士自导自演的认知作战 被抓了现行 民进党当局的大内宣戏码 还能演多久 我们看到说啊 这一次这件事情呢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民进党的这个网军侧翼 自己制造出来的 他先他不断的通过反串的角色 先扔一个话题出来 然后呢 再换一个这个账号之后呢 再去攻击自己之前的话 换句话说 这一切的所谓的纷争 这一切的这个网络上 大家互相的这样的一些批评 一些攻击 其实都是民进党自导自演的 所以那这样的事情 大家就难免会心中升起一个问号 是现在大家在网上看到的 这些争吵 这些纷争 大家感觉到台湾的很多的这些矛盾 其实都是民进党自导自演 民进党挑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说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网军侧翼事件 让我们看到说 现在民进党对于整个网军的操作呢 呈现出一个 夫妻化和网格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特点 什么叫做夫妻化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被揪出来的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网军的侧翼呢 她的夫人 她的妻子呢 是民进党网络部门的副负责人 换句话说 就是民进党现在的整个的网军呢 已经是夫妻一起上阵 不断的去做网络操作 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 另外一个是我们发现说 这一次被发现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网军侧翼呢 它其实跟民进党的多个的这个网军的这个组织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说明呢 民进党现在整个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操作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的网格化 互相响应 互相打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当然面对民进党网军的这些操作 台湾民众心中当然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这一次是被发现的民进党网军的操作 那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民进党网军的操作呢 换句话说 今天台湾社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就是民进党在里面不断的搅浑水 不断的制造矛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的 谢谢于强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为更好的做好防疫工作 金门县政府23号发布公告 要求搭机抵达金门机场的旅客 必须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报告 否则就必须现场接受病毒检测 但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却斥责金门方面擅自发布这一公告 未与其脚步一致 下令撤销公告 24号一早 金门县县长杨振吾看到机场快筛站设施被移除 气得当场发飙 如果我采自愿也不能配合 你讲清楚 讲清楚 没有 目前我们是接到的 连自愿的也不能配合是不是 是 我们讲清楚 这个快筛我们航空站不能配合 在接到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撤销令之后 金门机场24号上午故宫拆除快筛门 县长杨振吾到场巡视大发雷霆 痛骂这是要拆给谁看 工作人员解释称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认定 金门县政府违法 航站楼因此无法提供快筛的场地 现场一度火爆紧张 因应快筛令被撤销 金门县政府当天将筛检措施调整为 非强制性劝导入境旅客进行快筛 并请卫生局依程序报警同意 对象包括与确诊者接触者 足迹交集者 来自高风险热区的台北新北桃源的旅客 而这次的金门快筛令撤销风波 也使得县市政府与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防疫措施不同调的情况浮上台面 24号晚间 蔡英文在脸书上亦有所指的喊话 防疫是协同作战 称当局和县市政府应互相合作 会就全国防疫标准的一致性 说法一致 做法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基调 不过党内舆论对此并不买账 针对民进党当局半夜叫停金门县快筛令 有党内网友反问 想让金门也跟着沦陷吗 还有网友批评 没有筛减就没有新增案例 自己无能还不准百姓自救 更有网友直言 陈世忠现在仍搞政治 台湾疫情怎可能不失控 24号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与前主席朱立伦 也相继在脸书发文力挺金门县政府 江启臣说 金门医疗资源不足 应加强金门检疫作为 要求赴金门的旅客必须出具检验报告 或接受快筛 完全语法有据 朱立伦则表示 县市超前部署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应该全力协助才对 甚至应该鼓励县市多开设快筛站 以及补助筛减的后端完备安置计划 如果做不到 至少放手让前线指挥官超前部署吧 以金门来说吧 金门的医疗资源非常的少 因为一旦台湾本岛的病毒 入侵了金门之后 金门根本以现存的医疗资源 没有办法能够对抗 金门的染疫的病患 所以金门先超前部署 做了这一步 完全是为了金门人民的 生命健康安全的考量 但是问题是 在台北的防疫指挥中心的陈时中 不准就是不准 不但不准 而且还派人 到了金门的机场 硬把杨振武所设的快筛站给拆掉 连现在疫情最严重的双北 也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 如果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联手建立双北的防线 极早的停业 停客 坏筛 恐怕现在双北的疫情 要更加的严重 而不可收拾 所以现在陈时中 还叫防疫之神吗 他当时拒绝普筛 其实就是为了美化防疫的数字 就是为了他的政治行情 现在西洋镜被拆穿了 所以他心里 把双北的两个市长 恨得牙痒痒的 现在看到金门 要设快筛站 看到金门 要做边境的管理 他又感觉到 他的官僚被挑战了 他又感觉到权威被挑战了 所以就开始使出了 非常粗鲁粗暴的官僚作风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台湾大话网板块 把时间交给本台观察员诗元 大家好 我是诗元 台湾岛内新冠肺炎疫情 是在持续延烧 岛内的民众彷徨 无助担忧 从5月15号单日确诊破百之后 到今天了 5月25号还是没能降下来 在疫情最复杂的时候 总有人觉得 大伙的认知 还是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反串 总之就是要给大家整个活 新增了321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不过还有新增 400例的校正回归个案 等于是一口气就公布了 721例的本土案例 那么一样呢 是以双北的案例最多 外界很好奇 到底什么是校正回归 如果按照这么套校正回归的逻辑 今天检测出的确诊数 可以分散到之前几天 那是不是还可以做了 谈恋爱的时候问问男生 你交往过几个女朋友 男生就可以回答 就你一个 等到结婚之后呢 来个校正回归 我的女朋友嘛 除了你 10个 要不然15个 那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好啊 我们认真地回到学术层面 这样的校正回归 真的符合科学防疫吗 好像连曾经台大医学院的 当家大教授柯文哲 也看不懂 坦白讲 我自己也是医学院的教授 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书上查不到 在公共卫生学上 他怎么计算 干脆就公布 你那个矫正回归的数字 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个校正回归 堪称世界公共卫生管理学的创举 管你是盖牌还是先牌 管他台北和新北 自己统计出来的数据如何 手握最终解释权的陈时中 都能帮你校正回归 如果遇上了县市政府 要是谁敢比陈时中 更会朝前部署 那也得校正回归啊 谁猜出的 你们强制猜出的是不是 没有我们没强制 大家都造成这样的一个区隔的话 台湾的这样的医治 生活居然都会遭受到破坏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陈时中的指挥中心 对付病毒 也很慢 然而现在 要谁敢比他速度更快 分分钟就要给你校正回归 对付这些不听话的县市长 公文能不快吗 陈时中在加码 亲自致电表达反对 稀奇真稀奇啊 有人检举诺福特饭店 有混注情况的时候 怎么就不见你那么勤快呢 管他是90分还是100分 管他金门能不能承受疫情 顺时中的方向必须一致 这不是公共卫生的事情 这是政治的事 你别用防疫的思维去思考 要有政治的逻辑来赋能啊 那个民调啊 现在像说是民进党里面第一名 怎么看 你的这个网路声量暴跌 有媒体这样报道 我没有看到这个 你看 偶像还是得和粉丝 保留一点距离感 否则滤尽易碎啊 等官老爷松口等到了天荒地牢 台湾民众是按捺不住 求人不如求解 捷运没人搭了 白货商场空空如也如蚊子馆 高速公路宛若一片绿地 顺时中 闹得一个人心惶惶 逆时中才是科学防疫 面对疫情 台湾民众的彷徨 无助和担忧 恐怕有不少 并不是来自于疫情本身 他们更多是需要去面对 荒唐而不之所以的行政官员们 疫情来势汹汹 但也许 台湾民众当下最苦恼的 并不是新冠病毒 而是盘踞已久的政治病毒啊 台湾乱不乱 始终说了算 始终乱不乱 恐怕神仙说了也不算 台湾大话王 今天就到这里 好的 时远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军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 卢克基地训练的 6架F-16A型单座战机 在5月13号下午 非返台湾空军花莲基地后 25号凌晨0点57分 又有4架F-16A 从花莲基地起飞 低调飞往美国 执行替代训练任务 报道称 这次飞往美国的 F-16A战机涂装 被刻意抹掉 让外界增添不少想象空间 台媒称 台湾空军6架F-16A单座战机 经过十余次空中加油 超过1万公里的跨洲飞行后 于5月13号下午30分 飞返台湾空军花莲基地 报道还声称 此次长城跨洲飞行 证实了台军飞行员 已具备空中加油技能 而在5月25号凌晨 零时30分 四架F-16A型战机 自花莲基地最隐秘的 西侧雕堡滑出 零时57分 以最大马力依序起飞 横跃太平洋 飞返美国 执行替代训练任务 报道还称 这次飞往美国的 台军F-16A战机 不但机身 原有的机灰被抹去 连维翼上 第五连队最著名的 太阳神涂装 也刻意涂掉 报道称 由于F-16战机 全面进行性能提升 包括在美国训练的 十架战机 也要进行性能提升 因此 台湾军方规划 每次有美国飞回几架 就派同样架数 并完成升级的战机 飞去美国 台军声称 从嘉义基地飞往美国 是难得的 长航程飞行训练 而美国国防部 在25号宣布 洛克希德马丁航天公司 已获得 1.38亿美元的修订合约 为台军的20批次F-16战机 开发并部署改良型 AGM-88反辐射导弹 和自动防撞地系统 此外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还将为台军F-16机队 改进雷达软件的成熟度 升级数据搜集能力 并提供先进辨识系统 根据协议条款 作业将分别在 美国德克萨斯的沃斯堡 和台湾地区进行 预计在2022年9月30号完工 对于美台军事勾连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连曾表示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反对美台之间 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 以武谋独 不过是躺币当车 只会给台湾民众 带来深重灾难 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主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我是杨阳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 一架客机 23号因炸弹威胁 紧急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国际机场 据称 飞机落地后 未发现爆炸装置 但机上一名白俄罗斯 反对派人士遭到逮捕 这一事件 将白俄罗斯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 一致将矛头指向 卢卡申科政府 计划对其施加制裁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23号报道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 一架客机当天因炸弹威胁 紧急降落在明斯克国际机场 飞机经检查 未发现爆炸装置 随后重新起飞 并降落在目的地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有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消息称 机上乘客中 包括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 普罗塔谢维奇 目前该人已被扣押 今日俄罗斯等多家媒体报道 白俄罗斯内政部当天确认 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被捕 客机迫降事件发生后 欧美多国强烈选择白俄罗斯 美国 英国和德国等 就此事召见白俄罗斯大使 24号 每期两天的欧盟特别峰会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 欧盟27国领导人 重点就瑞安航空公司客机 迫降白俄罗斯一事进行磋商 但晚欧盟宣布 将采取必要措施 禁止来自白俄罗斯的航班 进入其领空 同时将禁止白俄罗斯的航班 使用欧盟境内的机场 还呼吁所有欧盟所属的 航空公司航班 避免飞越白俄罗斯空域 欧盟方面当天还决定 将尽快对白俄罗斯 及该国有关人员追加制裁 当地时间5月24号 美国总统拜登通过 白宫网站发表声明 就客机迫降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拜登称 白俄罗斯的做法 是对国际准则的直接侮辱 呼吁各方对此事 进行国际调查 以查明全部事实 同时欢迎欧盟 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 和其他措施 国际民航组织 对客机迫降事件 也表达了强烈关切 针对客机迫降事件 在欧美舆论场引发的震荡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24号呼吁 各方不要对客机迫降事件 仓促下结论 应基于所有信息 做出清醒判断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则表示 西方对瑞安航空公司飞机 紧急降落事件的反应 令人震惊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西方竟然认为 客机紧急降落事件令人震惊 西方国家的这一反应 才令人震惊 与此同时 白俄罗斯方面公布了 这次客机迫降事件 进一步的信息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 24号的报道 白俄罗斯交通运输部 当天举行了发布会 向记者透露了有关明斯克机场 收到瑞安航空公司航班 受炸弹威胁邮件的详细内容 邮件的内容显示 5月23号明斯克机场 收到一封邮件 邮件中写道 我们哈马斯战士 要求以色列停止 向加沙地带开火 我们要求欧盟在这场战争中 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 不过哈马斯发言人 法斯·巴尔胡姆 已经对外否认该组织 与白俄罗斯政府 所声称的炸弹威胁 有任何关联 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一 24号宣布 白俄罗斯已准备邀请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航协等组织的 国际专家 参与对此事件的调查 他同时强调 目前一些国家和组织 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 对白俄罗斯进行了各种指责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好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客机 紧急迫降 明斯克国际机场 一世持续发酵 事发之后 美国 英国和德国等 召见白俄罗斯大使 欧盟表示 要寄出航班避开 白俄罗斯领空 实施制裁等手段 为什么欧美多国在这次客机 迫降事件上反映如此的激烈呢 表面上看 美欧对这次瑞安的飞机 迫降在明斯克 反映强烈的原因 是由于在他们看来 白俄罗斯诱导 或者逼迫这架瑞安的客机 降落到明斯克 因此西方要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 甚至对进出白俄罗斯的航班 与禁飞 那么实际上 美欧这次对这次飞机迫降的 恼怒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并不像表面上这样 实际上的原因是在于 西方看到这次白俄罗斯 利用这个事件 把在飞机上的一个乘客 是白俄罗斯的一个反对派 名叫罗曼 把这个人给抓捕了 那么这是西方恼怒的 真正的原因 因为西方对于罗曼 寄予很大的厚望 罗曼是白俄罗斯的一个 著名的反对派记者 能量很大 白俄罗斯政府指责他 从事颠覆政府的行为 煽动 破坏 对他早就发出了通缉令 那么而西方恰恰是要利用罗曼 来在白俄罗斯 组织反对派 进行严肃革命 颠覆白俄罗斯现在的政权 那么这次罗曼 在这次飞机迫降中 被捕了 这就打破了西方的这种 他这个算盘 如意算盘 行不通了 因此就暴跳如雷 发出了要对白俄罗斯 进行全面制裁的 这样的一种威胁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宪刚先生 客机迫降事件发生之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 各方不要对客机迫降事件 仓促下结论 明显跟美国和欧盟的态度相左 那么您觉得这次的事件 将会如何影响地缘政治走向 白俄罗斯会不会成为 美欧和俄罗斯新的博弈点 白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 其实一直是处在 美国欧洲的西方 和俄罗斯的这个博弈的焦点 那么实际上白俄罗斯是 继乌克兰之后 这个西方和这个俄罗斯争夺的 一个重要的区域 一个重要的国家 因为白俄罗斯 地处这个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而且呢 白俄罗斯目前执行的是一条 与俄罗斯加强合作的 这样的一种政策 甚至呢 俄白两国都探讨过 将来走一体化的道路 走一体化的道路 在西方看来 就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国家 这对于西方削弱 俄罗斯 是十分不利的 西方希望俄罗斯进一步分裂 因此呢 西方对白俄罗斯的 这种严肃革命的计划 就紧锣密鼓 那么这次这个破架事件 使得白俄罗斯的反对派 这个被捕 那么打乱了西方的这个计划 因此呢 西方对白俄罗斯要加强这种制裁 而俄罗斯呢 要力挺这个白俄罗斯 因此呢 俄罗斯和西方 围绕着白俄罗斯的这个问题 之间的博弈会进一步加剧 而白俄罗斯呢 也就成为今后 俄罗斯和西方 一个争夺的焦点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尔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那尔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的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那尔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看